五国11月份的非电子产品出口升高 抵消了电子产品出口的滑落趋势 11月份的非石油国内出口和去年同期相比上升了1.6% 国际企业发展局今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经过季节性因素调整 11月份本地出口延续了10月份增长1.1%的势头 按月增长了2.9% 11月份电子产品出口则持续走低 年比大幅滑落10.2% 其中集成电路和个人电脑零件出口的跌幅最大 不过非电子产品出口年比增长7.5% 抵消了电子产品出口萎缩的影响 这主要是因为冷热处理设备 药品以及印刷品的出口都有显著的增长 和去年同期相比 除了欧盟 我国对十大传统出口市场的出口都有所增长 其中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以及泰国的增幅是最大